拥有一个机器人老婆适中怎样的体验 设处拓马独居三年后每天都加班到很晚 为了减轻家务负担购买了二手家务机器人李娜 虽说是机器人 但却有着和人类无异的外观 如此看来母胎单身的拓马依旧会时不时脸红心跳 不过李娜只能负责做饭和洗碗 老色批问老实忘了 只有拓马知道每天内的要死不活赚几个臭钱 回家时有人做饭有多幸福 要是能谈情说爱 更是解上添花 他借着酒劲和米娜搭话 自己能不能和他接会 也不知道是不是触及了关键词 看他一点认真拓马都害羞了 自己到底在跟智慧电饭锅说些什么呢 然而让拓马没想到的是 今天这份蛋包饭不一样啊 生命居然有着大大的爱心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机器人的小情趣吗 拓马觉得自己肯定是喝醉了 转天就翻看说明书 结果没看到昨天那种功能 要么是隐藏功能 要么是请主任改的程序吧 到了午饭时间 拓马决定亲自动手碰饪 结果因为操作不符合菜谱规则 被米娜强行打断赶到了一旁 吃完饭 拓马心里不是滋味 又想帮着耍碗 结果全都被拒绝了 她只能告诉米娜 昨晚那种蛋包饭超好吃 希望多做 可说完又后悔了 那不就是走程序吗 又不是真的爱自己 真是单身出幻觉了 晚上米娜见拓马一直没睡 便询问她喜欢什么 拓马一惊 这不是自己白天问的问题吗 她忽然小路乱撞地告诉米娜 自己喜欢她 说完 这羞耻地钻进了被窝 又被噩梦惊醒 生怕米娜真的把自己做成一道菜了 结果显然是想太多 为了包心起见 她还是强调了一下 不要把自己做成菜 米娜解释自己身上的材料 人吃了会隔屁 她放心 又是一天打工结束 拓马连喝几大厅啤酒醉醺醺醺的 米娜为了让她节酒 准备了同等量的水 酷酷往她嘴里倒 听到她还想喝啤酒 本带执行任务的米娜 却将啤酒给倒倒了 拓马毫不知情还在询问人家自己在她心里什么地位 结果米娜竟然说她是自己的丈夫 因为之前拓马让她和自己结婚 所以程序就改变了 听到米娜自称妻子 拓马心里一阵苏马 开心到要疯掉了 她想了想告诉米娜 可时候自己也想做家务 去减轻她的负担 然而米娜却觉得这样做事效率会降低 给酒鬼吐好床 她又得寸进尺说一起睡 米娜本来已经拒绝了 但看她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米娜还是钻进了被窝 但因为眼睛太过恐怖骨 拓马又让她闭上了 这下更向身边躺了个真位子 拓马觉得心痒痒 米娜上网一搜 好家伙这小子居然兴奋了 虽然她什么也做不到 但也足够拓马美梦一晚上了 代价就是第二天睡醒大骂自己畜生 买完拓马才发现米娜的眼睛睁不开 以为是故障了 结果她忽然想起是自己说人家眼睛可怕 她立马解释 自己那样说是因为紧张她的眼睛很漂亮 而因米娜又睁开了双眼 看来她的确是因为自己的话改变了自己 拓马感动死了 对明天的到来充满了希望 外面嘻嘻嘻嘻下着小雨 拓马忽然想带米娜出去逛逛 米娜锁定了家附近的公园 她充满电只能走30分钟 不过不行过去20分钟 米娜让她不必担心 她可以太阳能发电 天气好就能一直走下去 但是晚上就不行了 看她好像很失落 拓马让她期待一下明天的野餐 米娜一大早就准备了许多东西 拓马觉得超级神秘 路上听到大家在议论米娜 她又觉得很羞耻 但看到米娜的眼睛 拓马克服了这点羞耻心 牵住了她的手 一路来到了花园正中心的小鸟广场 这时候拓马才知道 自己背包里都装了啥 原来满满当当都是食材和料理工具 连瓦斯炉都带了 但公园为了安全完全静火 坦坦又入出失落神情 拓马提一做不开火的料理 于是每每吃上了三明治 拓马感叹鸡蛋和番茄居然没压换 米娜告诉她 因为食材都放在了自己肚子里 那里不仅能当作冰棍 还可以热水煮鸡蛋 为了提高太阳能发电效率 米娜换成了批法 更让拓马惊喜的是 煮鸡蛋的时候 对方发出了从没听过的可爱声音 吃着热乎的温泉蛋 拓马感觉超级幸福 谁知天公不作美 米娜在洗碗时下起了大雨 拓马害怕对方漏电跑去救她 结果因为电量不足 米娜进入了省电模式 好在防水满分 不用担心漏电 她抱着米娜躲进了凉亭 替她擦干事 米娜就让她先回家 因为自己发电效率低下 暂时无法启动 会直接进入睡眠 等到明早出太阳的再回家 拓马哪能放心呢 决定和她一起在外面过夜 米娜却担心 她因此而失眠不好 两人都心细着对方 拓马擦着擦着询问米娜 身体自己可以擦吗 米娜觉得这是身为持有人的自由 但拓马已经将她试做了七次 所以不想做让她不舒服的事 得到同意后 她才继续做了下去 等到擦完米娜 已经进入了休眠状态 充满电的米娜 看到了守在身边的拓马 心里暗暗记下一笔 这家伙是个骗子 于是之后 则听到拓马说自己做菜好吃 米娜都会反复确认 拓马这时候才道歉 米娜也说出了自己心底的小秘密 昨天在煮蛋时 她就发现要下雨了 之后肯定会没见 此时重量也不轻 可能会导致拓马勉强或是受伤 但她当时还是一门心思 选择了坐温泉的 是不是自己的程序出现问题了呢 拓马立刻表明 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设定 希望她不要赶 米娜不懂 但米娜记在了心里 上班时前辈看到了 拓马的美味便当 感叹机器人厉害的时候 让拓马注意到了她手上的金戒指 对方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这是妻子选的 拓马羡慕地看着对方 坦白说 自己其实也把驾驶机器人 当做了家人 前辈却了然的表示 难怪那份便当里 充满了对她着想的心情 前辈的理解 让拓马也安心了不少 一下班就直奔戒指店 给米娜买了婚纪 虽然是竟便宜货 但也充满了她的爱意 米娜戴上的一瞬间 程序就开始报错 因为戒指会影响卫生 拓马无奈地准备替她摘下来 结果却被米娜拦住了 为了避免再次报错 拓马想了个折中办法 将戒指串成项链 给米娜戴着 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但拓马没想到 自从自己送了米娜这枚戒指 她空下来都会一直盯着看 拓马的对戒上没有钻 但也闪闪发光 虽然机器人不知道什么是喜欢 但她就是想一直看着 又是主人又是亲爱的 老妹总觉得老哥在外面居住 没干什么正事啊 当下就打算去老哥家一探究竟 毫不知情的拓马还心思 妹妹怎么忽然生这么大的气 想没加班 她早早来到了家里 只为了让自己的机器人老婆赶紧藏起来 好一个金屋藏匠 拓马看她可怜兮兮的 又于心不忍 还是决定让她和妹妹见面 急不可耐的门铃声响起 妹妹双手插腰站在门口 质问拓马 不就是交往了女友 有什么必要藏着掖着吗 甚至还是同居夫妻 你真是个老色批啊 拓马惊呆了 到底是何人走漏了丰盛 一旁的米娜询问林里 拓马是个对异性 有性冲动的老色批吗 拓马真想把网线给你那拔了 别乱诉说啊 林里这时候才注意到 自己的嫂子原来是机器人 读过这张林可爱豆爆炸啊 林里眼面离去 跑到门外放声尖叫 人类和机器人夫妻 真的太赞了 我说 林里有个不为人知的小小秘密 那都是她的性体 一种恋爱不是谁都能接受的 拓马你有这么懂事的妹妹 就偷折乐吧 为了走个过场 林里告诉米娜 要和老哥在一起 先打倒自己这个妹妹再说 天真的米娜 还真打算气缓成护卫模式 拓马解释 那只是人类的说辞而已 其实只要她能让 林里被说服就行 林里一眼就喜欢上了 自己的机器人嫂子 所以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她 为此专门把老哥给赶走了 就为了强迫自己冷静 好好探一探嫂子和人类变亲密的原因 装衣脑袋 在回家慢慢回味 结果一开口就指导黄梦 学问米娜是不是喜欢自己的哥哥 米娜曾是表示 自己不懂什么是喜欢 林里想了想告诉她 大概就是认为那个人是特别的 林里让米娜想象一下 和自己结婚还是和哥哥继续婚姻 听到米娜选择拓马 林里激动到红温了 可惜米娜这样选择是因为林里的资料太少了 拓号别对 林里又想了个心掌 要是老哥在轨道上发呆快被压死了 他手上握着命运的操纵杆 只要一推就能救下拓马 但这样会导致另一边铁轨样的大叔被压死 他会怎么让选 米娜却冷静地说 自己的设定是不能加害人类 拓马生活的环境也很安全 无需担心 明里累了 这小话米娜提问 他记得之前拓马说喜欢自己 所以代表自己是特别的吗 就算自己和超级米娜卖一个价格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自己吗 林里大声告诉他 哥哥肯定会选择米娜的 因为在他身上 有价值远超级米娜的存在 那就是爱 米娜是从二手商店购买的 但关于上一任主人的消息 已经被加密了 所以自己完全没有印象了 唯一留下的记忆 也是对方觉得自己无法做出表情 和人类没得比 所以非常不满 将他卖到了二手商店 错过钱买了超级米娜 太恶酥了 太恶酥了 明里听到脸色都变了 但米娜接下来的话 让她觉得暖心 如果自己是完美的机器人 就会一直留在前主人身边 也就无法预见拓马了 也就收不到这枚钻戒 无法成为她的妻子了 幸好自己是廉价版的 唇爱到想哭 明里表示自己一定会帮她实现愿望的 正教米娜想要一张记忆卡 将自己这份记忆备份起来 看到米娜脱了上衣 老妹问出了最想知道的问题 她们有没有做过亲密的事 米娜一本正经地告诉她 都是夫妇了 去同个被窝里 有身体接触算亲密吗 明里快被色欲冲昏头脑了 米娜将拷贝好的记忆卡给了明里 希望她能好好保管 明里也将自己带来的香膏 送给了米娜 打算一起变成香香小女孩 结果刚涂上手上 就响起了卫生警报 明里只能帮她涂在其他地方 拓马回到家八卦他们聊了什么 米娜就像小女孩一样竖起拇指 告诉她 女孩子们的话题可是秘密 拓马闻到了米娜身上香香的气味 顺便还知道了妹妹和米娜相处很好 两人身的还交换好码随时聊天 米娜从妹妹那儿得知了拓马的生日 打算给她准备惊喜 有了妹妹的资助 和米娜之间的生活似乎更无情趣了 可爱的小裙子让她越来越像个人类 砍得一桌子的衣服 就知道老妹破费了 不过她花钱花得心甘情愿 这么可爱的嫂子谁能忍得住呢 夫妻和谐的秘诀就是一起泡澡 拓马看着新闻羡慕极了 米娜见证邀请她一起泡澡 自己的身体已经通过了测试 居居洗澡水不在华下 最新的超级米娜甚至成功徒步穿越了海峡呢 拓马咽了咽口水 换一只此步泡不行呢 但说泡吧 拓马确实觉得有点压不住枪啊 两分钟直接干运 她出遇事后 迎接她的是姬蒙米娜 横松的居家福完全就是妻子的模样嘛 这辈子值了 一起睡觉的杀伤力向来不小 以至于过去这么久 拓马依旧会紧张 不知道是不是充满电的原因 她总觉得米娜今天的眼睛特别明亮 鼓起勇气将她抱在怀里 对方也会以拥抱 就是这个力度有点伤脊椎 老沫这边也没闲着 为了支持拓马的爱情事业 邀请两人一起来海边玩 想到嫂子穿上泳衣和哥哥互动的样子 名里都有点血脉粉症啊 这个就是爱情 为此毕生勇衣不能少 拓马坐在台阶等两人 看到了一旁跑下来的米娜 没想到对方竟然输了个双蚂蚁 对方也是上来就为自己迷路道歉 等到定睛一看 一人一击才发现人钻错了 这位不是米娜 而是高性能的超级米娜 米娜听说拓马家里也有米娜后 激动的两眼放光 表情低致很是丰富 相较于米娜 整个都大致了很多 而超级米娜似乎对于限定机非常感兴趣 她从没见过其他的米娜机型 期待与她碰面 拓马行司这真的没问题吗 她不是还在走主人 而超级米娜尴尬表示 自己刚才去追小猫了 这才走主的 因为老这样所以出门都很不安 拓马文音决定帮她一起找主人 之后再和米娜一起会合 宁里对此非常不理解 一小子放着香香软软的老婆 不管是怎样 米娜一眼看到了 坐在台阶上的小男孩 总觉得对方很困扰 自发上前和她搭话 结果这小子就是超级米娜的主人 听到米娜自称米娜 她嘴处的说自己的米娜 才不是这么有表情的矮冬瓜 宁里一听生气的不行 米娜一把仙猴摘逃阻止了命令 提出帮小孩找她的超级米娜 因为米娜系列有无线通信功能 不过因为版本问题 米娜的覆盖范围不高 需要沿海排一遍才行 而此时的超级米娜已经带着拓马来到了战桥 打算从这纵观海滩 对于拓马来说可能有点难 但对超级米娜来说只是洒洒水 可这家伙总是被其他东西吸引注意力 也派不上用场 米娜三人已经走到了头 宁里觉得超级米娜太不靠谱了 小孩却听不得他们说这话 因为母亲也很反对超级米娜 想把她送走 为了证明自己里人 才带着超级米娜来到海边的 结果这一下就走丢了 她开始怀疑自己了 是不是超级米娜真的不行啊 米娜安慰她 超级米娜因为太过厉害 选择也会变多 所以选出最佳答案也会变得困难 等到累积经验后 她会慢慢排出优先顺序 比如此真是她的主人 她肯定会成为最厉害的机器人 女人整理好心情 打算先去走失儿童中心 让广播帮忙找到超级米娜 拓马决定先和超级米娜回到岸边 超级米娜这个脑子这时候才转过弯来 眼前的男人竟然和米娜系列结婚了 她搞呼之太棒了 接着八卦都不听 拓马理睬转移话题到猫咪身上 赶紧联系名理 结果超级米娜一看小猫就看到了三人 激动的跳进了水里 拓马吓得也嗷一声跳进了水里 结果一下来就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人家在海底下进步如飞 自己根本追不上 米娜那边收到了链接讯号 下一秒超级米娜就上岸了 到这里人嗷嗷哭 明里又吃少饭了 两位米娜一碰面就紧紧盯着对方谈 用无线通话进行一些高速信息交换 拓马在一旁忽然脚趾扣地 不会自己和米娜的亲密瞬间 全都被知道了吧 结束对话后 超级米娜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批评为礼貌的链 反省后她立刻道了歉 气氛瞬间和睦的不行 拓马打算拍照记录这一刻 恶彩相机 手机还在站桥上 那之后 大家美美玩了一下午 夕阳沐浴着满足的几人 因为交到了好友超级米娜的心情非常激动 明里叫醒了憨事的老哥让他拍照 结果连内存卡都没带 宝里唯一的内存卡还储存满了 拓马打算删点照片 才发现 里面满满当当都是自己 明里忽然想起了什么 火速撤回了一个相机 拿上了手机 只有拓马一头雾水 老妈这是不是有点凶恐 在路人的帮助下 圆满获得了大合照 回到家以后 拓马抱住了米娜 想要好好看看她的脸 结果因为太放松 她直接睡了过去 替她盖好被子后 米娜也抱着她 进入了休眠模式 虽然是家务机器人 但米娜的功能除了你想不到 没有她做不到 眼睛是高速镜头 手部也能通过触摸进行检测 贴心的米娜为了病号拓马 专门烹饪了稀饭 在用餐前摸索了一下拓马的耳垂 那之后刷牙 米娜也在拓马的身上乱摸 原来她在寻找拓马身上柔软的地方 于是屁股也成了重灾区 拓马知乎以老师求放过 长寿村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 240岁的老爷子告诉记者 自己每天都被老婆亲亲在起床 这样就能精神百倍 说完老爷子的娇气 就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 沉迷完手机的拓马 注意到米娜在看自己 但对方什么也没说 转天清晨 拓马就被米娜一个头锤给弄醒了 一脸猛的她 还以为自己被锤了 是不是让老婆不高兴了 于是想东想西越容易出岔子 拓马盘子没拿吻 直接砸在了脚背上 米娜赶过来问她需不需要帮助 拓马笑脸一红说 只要亲近自己的脸颊就不痛了 米娜倒是真的闭眼吻了上来 就是这一下拓马差点没飞出十米远 大脑都要当机的拓马忽然意识到 早上自己不是被锤了 原来是米娜在亲自己 拓马小心翼翼地告诉老婆 下次亲点碰一下就好了 米娜对此有些不解 她无法理解什么叫做碰一下 拓马觉得实际演练一次应该就能懂了 虽然是以极其草食的方式 将初吻给浇了出去 但拓马还有点失髓之味 随后就是深深的罪恶感 自己好像倾错地方了 米娜却略显委屈地告诉拓马 自己不讨厌接吻 但也没觉得有打起精神 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嘴唇和额头没有安装感应器 自己能做的也只有树枝的碰撞 这算不上接吻吧 拓马安慰她 自己知道她是想亲吻就很开心了 而且自己想亲的也只有米娜一个人 米娜就是自己的全世界 米娜打起了精神答应她 之后也会给她早安稳的 拓马忽然想起米娜的手上有高强度感应器 低头进行了吻手里 米娜毫无防备地啊了一声 手伸得老长 拓马证据得新起时 王门被敲响 是来拜访两人的超级米娜 拓马这时候才知道 两人休息时一直都在密切聊天 不过要找到拓马家还真是费了劳劲 因为各自保护 所以一路找过来 都喝海归汤似的 超级米娜给两人带了伴手礼 让他们在米娜系列的手册里选择想要的产品 拓马却婉拒了对方的好意 她并没有更换米娜的想法 只要米娜就足够了 超级米娜怒吃一大口狗粮 告诉她 首次后半截有米娜系列的零件升级装备 其中能升级全身胶材和加上表情圆件的部分 吸引了米娜的注意 因为少爷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能和大家成为朋友 夫人很高兴 所以希望拓马收下谢礼 拓马认为这份礼物太昂贵了 自己没有办法收 超级米娜表示 西元四家的财力你无法想象 送这个和送羊水更一样别担心 拓马依然有所顾虑 但米娜已经百度过了 夫妻财产对半分 你要是不要 那这边就是我的了 拓马服了 除此外还有一份礼物 那就是拓马的生日不救方案 说到这 拓马在想起 那天晚上自己下班回家看到的惨状 这根本不是惊喜是惊吓 米娜拿起袋子里的拉炮 碰的一声 她直接当机了 拓马瞎得直接把老婆护在了怀里 好在60秒后就能恢复 超级米娜看到他俩关系那么好就放心了 回家路上还看到了正在等自己的李仁 她笑着将今天发生的事告诉她 羡慕对方向一家人的时候 李仁已已经将她看作了家人 米娜这边已经急速下单 等到下周长假就会将她带走 生计完成后 她便会回到家中 真正两个星期见不到老婆 还没开始拓马就觉得有点寂寞了 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是希望米娜变得软乎乎的 还是保持圆壮 私存一番没有答案 她还是决定尊重米娜自己的选择 自打知道老婆肚子上的小巷子 还可以进行加热 不管看几遍 拓马都觉得很牛逼 知乎卡库伊 米娜悄悄把卡库伊事让人看入迷 给记在了心里 拓马打算在送走米娜之前 先记录她现在的模样 看到拓马的手机 米娜竟然凭空有了一丝对比心理 疯狂强调自己的镜头 不仅像素高还能变焦 与其宣手机不如选自己嘞 可拓马要拍的就是米娜 米娜文言立刻在网络上开始搜索 如何拍摄自己 于是拓着拓马进了浴室 在镜子前毕业 拓马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米娜 和超级米娜的云端互联了 这样就能让她帮忙思考 不过这并不是单方面的索取 超级米娜擅长同时进行多数复杂的思考 但很没有尝试 所以自己会在她思考时整理资料 两人可是平等的朋友 夫妻俩一句话 让原在另一边的超级米娜 才听得眼泪汪汪 到了要送米娜去升级的日子 否则这一环节的范田 和自己的机器搭子签署已经到楼下了 上楼前两人反复确认识相 但彼此都觉得 不会有人真的拿米娜机器人当人类看 结果询问使用过程的怪事而是 听到了小米娜在蛋包饭上化爱心这时 签署立刻伸出了自己的机械臂 打算检测米娜是否出现了程序问题 结果米娜不愿意掀起头盖骨 知道她听到自己可能是程序错误之后 会伤害人类 她才摘下头盖 范田告诉托马 米娜会这样 可能和前主人有关 要是有涉及伤害人类的部分 就会直接重置记忆 也就是说 米娜会变成一个陌生人 再也不是自己的妻子了 说完这话 托马转头去看 才看到米娜已经护住了自己的头 托马让千数赶紧停下来 范田这时候才意识到 上来前的自己有多错误 托马是真的有在拿米娜当家人的 为了避免千数再闹出乱子 范田将她给关机了 刚才因为托马拍桌子 为了避免范田手上千数才动手的 因为是新型号 所以很多事情都和小孩子一样处理了 托马却一点也不生气 这正是千数重视范田的证明不是吗 范田笑着将话题拉了回来 如果是机器人为家人 那就是要使用另一款条例了 不再将米娜视为公司的产品 而是客人的家人 只要填写了伴侣文件 之后米娜就会一直都是托马的家人了 不仅可以一月检修一次 还能免费备份记忆资料 起初范田也觉得 这些福利是不是过于好了 但千数却告诉她要换位思考 要是那天自己真实的家人 被厂商强制换掉大脑的话 这就可杀人无益了 准备好一切后 两人先去了楼下 接下来就是托马和米娜道别的时候了 米娜已经贴心地准备了 之后几天的饭菜 托马握住米娜的手细细摸缩 两个星期看不到对方 多少还是有些寂寞 她将老婆抱在怀里 又在脸颊上纹了一下 这才不舍地松开手 米娜自然也不舍 不然怎么会把托马撞得满头包 等到米娜走出房门 托马才悄悄地哭了起来 楼下的千数还在和范天讨论 觉得托马不是真的拿米娜当家人 因为很多案例已经证明了 那些人只是为了骗服务 况且米娜系列除了超级米娜 机器人的特征都太明显了 硬邦邦的没有表情 真的会喜欢上马 就像自己一样 范天文言告诉她 即便如此 自己也很喜欢她 一句话直接给千数干当机了 看来小千数的心里 也要萌生小小爱意了 老婆不在的第一天 托马就已经做噩梦了 巨大话的老婆哭得房子都淹水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爱 托马就定搬家去方便她工作的地方 本来只是个梦 但醒来后 托马真的开始认真地思考起来这个问题